抬头一看 天空中出现好几个光点 下一秒 飞弹呼啸而过 在眼前炸出巨大火光 乌克兰南部达坡尔勒地区 全国最大水霸遭俄罗斯飞弹击中 乌克兰全境遭遇俄罗斯大举空袭 莫斯科出动超过60架无人机和发射至少90枚飞弹 主要打击乌国能源设施 导致多处大停电影响超过百万人 基富说这是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 由于能源设施受损 造成供水系统也出问题 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的居民只好无奈排队领水和发电机用油 额罗斯国防部宣称这场攻击是为了报复乌克兰在俄罗斯大选前一连串的跨境攻击 俄国国防部长萧一谷还加码宣布要扩军攻打乌克兰 针对俄军扩边以及周六的大举空袭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再次呼吁西方盟友 尽快提供更多防空系统来保卫乌国百姓的生命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